大家好 双降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8个节气 当太阳到达黄金210度时 一般在每年的10月23至10月24日 今年的双降为10月23日 双降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 接着就进入冬天了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 在进入深秋时期 炎热的气候慢慢消退 尤其在早晨和夜晚时 日夜温差大 空气中水蒸气预冷 就会凝结成露珠 接着寒冷的空气 把露珠凝结成细小的冰蒸 或六角形的双花 因此这个节气叫做双降 在这个时节 可以明显感受到天气越来越冷 冬天的脚步已经近在眼前 在这个时候 太阳的行径比较偏向南半球 所以位于北半球的台湾 就会开始感到天气定见变冷 此时台湾山区的风树树叶 大多会逐渐游绿 转红 呈现出秋季特有的美景 南投澳万大和苗栗马拉班山 是著名的赏风圣地 这时候 东北季风也向台湾袭来 因为风向与地形的缘故 为新竹带来强烈的酒降风 有名的当地名产 新竹米粉 就是借由锋利迅速吹干 口感Q弹又好吃 而在新浦 北浦盛产市值的地方 可可以看见许多人正忙着削饰皮 赶着要让这特出的自然现象 酒降风吹干饰饼 台湾在九月底的时候 在南部地区 有许多庙宇举行王船祭 王船祭大约是每三年一次 祭典的时间约七至八天左右 最主要是要制作一艘 供王爷乘坐的王船 造型古牙且颜色新艳 船边四周堆上纸前 油、米、台、炭 把十二温王送上船 便点火火化王船 送王船游天河 信徒们便在熊熊火光之中 祈求台湾平安 古人将双将分为三后 以后 采乃祭寿 指的是柴郎在双将节气到了之后 就会开始捕捉猎物 准备储存食物过寒冬 他会在最先捕获的猎物 陈列在地上来祭祀 以寿而祭天 如同人类一样 在传统习俗中 农作物丰收后 会先用新收获的粮食来祭天地 祭祖先 以示回报 并以祈求来年风调与顺 而后 草木黄落 双将节气过后 已经接近冬天 有句俗话说 双将杀白草 是说植物体内的液体 因双结成冰晶 造成细胞内水分外溢 脱水而没有生机 空气中弥漫着寒冷的气息 秋末之际 白草逐渐乌黄凋落 大地充满寂静而毫无律意 三后 蛇虫险浮 指的是蛇虫在这个期间 躲到了洞穴里面去 不再进食 进入了冬眠模式 为寒冬来进行准备 期待着春天来临 最后要介绍的是台湾的谚雨 双将 丰胎走去藏 双将节气过后 台风季节也跟着结束 双将豆 寒露麦 双将食节 最适合种植耐寒的花生 以及豆类的植物 双将稻仔齐 千牛旧家乙梨 台湾二期稻作 若此时伸展的参差不齐 只能冷痛将稻子去除 谢谢各位观众这一集的收看 这次的双将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